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随性的喵 我今天的安排非常满 现在坐地铁出去跟同学吃饭 中午是跟初中同学 晚上是跟高中同学 晚上还有我们那一届的 安徽省高考离科状元 一个女生也跟她一起吃饭 相机没带 包装不下 第一场吃完了 来到K11 准备开始下一场 你闻到那个酸味 还好 这是激动吗 这不错 这什么菜啊 对对对 就成长工作 就觉得赶快毕业吧 我要去工作 那人家毕竟是去散步的这些 这也是 那做的是自家吃 北到北 正街 那当然要支持 现在晚上十点 我刚吃完饭回来 今天中午吃了一个局 晚上又是一个局 今天晚上这个局也是 让我感触很多吧 加上我是一共四个人 一个是我的初中同桌 他是华科的本科 在上海交大读研 拿到了美团和阿里的实习offer 另一个同学是武汉大学本科 在加州伯克利读了研究生 虽然学的是建筑系 但是现在在国内最顶尖的一个建筑设计院工作 最近裸辞 因为他说他考上了清华的博士 准备去在进修五年 另外一个人是非常有大神光环的 因为他是我们那一届 安徽省理科高考状元 他本科去了北大光华 本科毕业了之后就没有继续读研 在做金融投资方面的工作 我估计也是年薪百万吧 我每一次跟他们吃完饭都会产生很多思考 我们会聊最近自己的发展 还有行业的动向 我们都是在各行各业 而且他们都做得非常出色 然后也会聊我们之前的同学 还有共同好友他们的发展怎么样了 怎么说呢 感觉就是真的是处于金字塔尖的这一个阶层吧 因为大家的学历都非常优秀 非常亮眼 全部都是清一色名校毕业 然后大家能力也非常出色 工作现在也都特别好 薪资也都特别高 而且事业心都特别强 所以就会觉得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peer pressure吧 就是同伴压力 虽然说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佛系 比较倾向于享受生活 不愿意在事业上 学习上去付出我全部精力的人 但是每次跟他们吃完饭之后 都会徒增我的紧迫感 就会觉得同是一个圈子的 而且大家都是好朋友 都是在各行各业的佼小者 而且毕竟我中学时代 也是他们口中的大神 也是学校里的小名人吧 所以就觉得也不能太过于贪图享乐 有点担心掉队被他们甩下 就像今天高考专业小姐姐所说的 她跟高中同学吃饭聊天 比跟大学同学吃饭聊天更开心 因为感觉跟本科同学聊天的内容会比较同质化 因为可能是他们都是金融行业的 一吃饭就会聊那些投资啊 就是非常高大上 但是有点虚无缥缈的东西 但是跟高中同学一吃饭呢 就会聊到以前的八卦啊 还有各种同学老师的动态 就会觉得更加有生活化 而且就像她说的 大家都是从穿开裆裤那个年代走过来的 就是非常知根知底 非常大家什么性格也都知道 所以就是感觉非常亲切 非常有归属感 而且大家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学校 像思想啊文化啊 还有饮食习惯啊 都特别相近 就很好相处 很好聊天 也非常能合得来 我跟朋友开玩笑说 上学的时候感受不到 这一毕业 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人家分分钟年薪百万 靠自己的能力买了房 而我们都在干啥呢 我朋友回怼我说 上学的时候也能感受得到啊 一考试 人家分分钟比你高几十分 这差距不大吗 嗯 嗯?